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10月16日礼拜日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的 第一单消息 在严密的监控和维稳下 再有大陆民众破防 在公众场所展示反习的标语 而地点就发生了在北京的 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 第二单消息 中共二十大开幕式 今天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向大会作报告 习近平表示 中共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北京再现 反习标语的情况 在推特上封传着多张照片 据说这些照片的拍摄地点 是位于北京的中国电影资料馆 艺术影院的南刺 其中一张照片就显示 在这个南刺的墙壁 和是刺隔的门口上面 是有一些怀疑用黑色喷漆 所喷上的标语 分别是写上了反独裁 和是反核酸 至于另外一张的照片就显示 在厕所的墙壁上面 是出现了一些大字报 大字报上面就写着 要吃饭 要自由 反独裁 救中国 普选万岁等等的字样 至于另一张照片就显示 在上海某处 这个就不知道在哪里来了 因为并没有列举到具体的地点 有人在一幅墙上面 用红色笔 写上了彭在舟的六大诉求 即是他在这个四通桥上面 所挂上那六句的口号 有人在一幅墙上面写的 能够制作得出这些这样的标语 和文宣的人 肯定就是相当大胆 才敢去行事 尤其就是说 那个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蓝刺里面 喷这些口号 和是张贴大字报的人 因为大陆正在走健康码的制度 进入这些公众场所 一定就是要数码的 变相是正在走实名制 故此 大陆的执法部门 要找出这个示威民众 他们的搜索范围就缩窄了很多 他只要是找出 究竟在当日某一个时段以前 有哪些人是入场的 重点是去找那些人 而且又可以翻查那些监控系统 看看那些闭路电视的片段 究竟有没有哪些人 是背着背包入场的呢 或者在他身上 有没有穿着一件很厚的外套 因为方便 有很多袋来去装东西 又或者他的腹袋 有没有拱起一件东西 那些这样的执法人员 就在那里来看这些蛛丝马迹 那他就可以去找的了 那他一旦找到那些可疑人物的时候 当然了 可能去到他家里又没有证据了 那他又会怎样 拿你的手机 看看到底你有没有翻墙 有没有上外网Twitter等等 所以这个示威者 一定是很大胆 才敢去做 因为安全风险实在是太高了 很容易就会暴露得到行踪 那故此这件事 又是側面反映了 大陆那些所谓防疫措施 肯定都是会长期执行的 因为名义上 就可以拿来防病毒 实际上防民多于防病毒 因为你防病毒 老实说 要人数码 是不是可以防病毒呢 但是数码就一定是能够 为那些潜在的示威民众 在他的心理上 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他们会恐惧 一旦做完这些事之后 很快会被人找得到出来 故此这些所谓防疫措施 很多都是变相的高压管治措施 但是包装就做得很好 至于说这些示威者 究竟背后是不是有组织 有动员 亦或是一些散兵游泳 我就倾向相信是后者居多的 因为不少的大陆网民 他们都是有翻墙 上外网 尤其就是看Twitter 可能有些人见到 有人在外网号召这些东西 他自己就单独行事来都去做 故此在不同的地方 出现了这些零星的标语 或者是文宣 如果你说有组织去做 那就不止那么少人了 应该 所以这些示威者所冒着的风险 真是极高的 好了 跟着下去 我们来看看中共二十大的形势 今天 这个二十大的开幕式 就在北京召开了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代表十九届中委作出报告 总结过去五年的成就 并且展述未来的路线 在分析习近平的讲话内容之前 我也有些东西想说一下 就是现在整个局势都已经明朗化了 就是习近平的连任 已经毫无原念 实际答案一早就已经刻了在墙上了 内海有些人 他的主观愿望就压倒了客观事实 经常就说不是的 当然现在都要面对着现实 就是习近平会连任 当然 这个就是基于大陆 很多的资讯不透明 不公开 不流通的情况下 就造成了一个空隙出来 使得有些人 就有机可乘了 不断讲一些毫无根据的传言都可以 也都有人信那里才厉害 比如说过去那大半年 经常说什么东西 集下理想 一会儿又说习近平被软禁 一会儿又说习近平是遭受到这个军事政变 甚至乎又说中共的元老被人捉了等等 什么都说得出 现在当然全能证实了这些全都是 子虚乌有的东西来的 当然说这些全言给你听的人 大可以堂而皇之地反击 就是说你有证据证明得到 这些事是没有发生过吗 他就说因为你没有办法 正义 所以他说的那些东西你不能够说他是假的 但是同样地 他们也都是没有办法提供得到任何的客观事实 和证据证明得到他们一直口说的传言是真的 那么我们又可以看一下整个客观形势的发展 再加上根本上有外国的媒体 外国的情报机构都说了 喂 没有迹象证明大陆是发生军事政变的 但是很多人就喜欢听这些东西 那么我觉得不要紧要的 你喜欢听还是喜欢听 但是你一定要分得清楚究竟哪些的内容是真实的 哪些的内容纯粹是你自己喜欢听 你觉得听完之后开心 你要分得清这件事才可以 那么我又观察到在Twitter上面 其实不少海外的进步人士 都会嘲讽说这些传言的人 是听藏师 就讽刺他们 讽刺他们好像 睡了在这个领导人的床下底 听到很多秘密 然后天天说出来 但是全世界的媒体 包括那些西方的情报机构 都收不到他们说的那些风声 那么这些就是所谓的听藏师 但是我又觉得百货应百客的 有些人他喜欢听这些东西 无可口非的 但是你一定要分得清 哪些是真实的 哪些是纯粹说出来是对你听的 迎合你的意思的 那么你听完那些之后 你就不要反过来 去骂人家说事实那些 是说错东西 那么这个是很有问题 好了 那说回今天这个中共二十大里面 习近平的讲话 他就提出了一个观念 叫做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并且就着这件事是进行了解释的 那什么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呢 其实就涵盖了有五大范畴的 包括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那当然了 说完出来就按字面意思 其实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是这个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 现在提出了这个所谓 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概念出来 其实就是为他自己的连任来做铺垫 因为过去的十年里面 习近平就宣称 在所谓的脱贫攻坚战里面 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在全国范围里面 已经解决了贫困地区 和贫困人口的核心问题了 那当然如果他要寻求连任的时候 当然就是要订下一些新的目标 现在就订了一个叫做中国式现代化出来 故此我认为这六个字 将会是成为未来最少五年里面来说的 大陆政治文宣的一个主族来的 大家将来就会听得越来越多了 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因为之前就讲了很多东西出来 有什么全面脱贫 诸如此类的东西 那些做到了 接下来五年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而其中一项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至于提出这些政治口号 我认为目的都很简单 就是要区别中西的差异 标榜制度优势 以及彰显东升西降 这些东西就是大陆自己所相信的东西 就是通过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来实践 那习近平在今天的报告里面还提及到 中共是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开展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 阻击战 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了重大的积极成果 中共全面开展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合作 赢得广泛的国际赞与 到底有哪些国际赞与大陆这一套的呢? 不知道 报告里面没有列举那些国家的名单出来 我只知道连朝鲜也不玩清零这一套 不要紧 别人不搞这一套就不等于不赞同大陆那一套 那又是两回事 可能别人自己做不到 对于大陆投射了一种厌善的目光也不奇怪 大陆做到我们都做不到 全世界都做不到的 唯独是大陆就做得到 这就是所谓大陆标榜出来的制度优势 这种所谓制度自信 在今年北京冬奥会里面 尤其是展示了出来的 就是说日本都做不到的 大陆都做得到 所谓闭环式的管理 好了 现在就证实了一件事 就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后 放宽防疫就已经成为了幻想了 当初很多人都猜度的 包括就是这个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都引述 他有个内地朋友告诉他 在中共二十大之后 香港就可以跟内地通关了 现在证实了是不行的 很明显是不行的 他自己都认了是不行的 而且在大陆的范围里面 也不用指望会有什么放宽 是要继续把核酸检测常态化 疫情防控常态化 因为疫情防控就是一个很好的房子 来推动一些高压的措施 来包装一些高压的管制 尤其是 结合东方人那种蛇鬼怕死 基本上大陆现在就是掌握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 往往他就告诉你 他推动这些所谓防疫抗疫的措施 哪怕是多严苛 甚至乎是有人形容为极端都好 他的目的都是良善的 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这件事就有很多基层民众是很拜他的 就认为是对的 哪怕是有多少影响到经济发展 其实都不是多少 是很重大程度上影响了 但是不要紧要 有部分人都会认为 保命是比经济发展更重要的 这些意见 其实在香港的所谓大逆波疫情爆发的时候 都还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不分黄蓝的有些都是这样想的 当然现在过去以后 就很多人变得清醒了 这个清醒多少都还是基于 香港不是完全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 不是只有主流媒体 不是只有TVB新闻 ViuTV的新闻给你看 而是你还可以上网看到外国的发展是怎样 看到世界上不同的人是怎样说的 这个就是香港比起大陆紧存的其中一个优势 就是因为接触到的资讯多 你接触到的资讯越多的时候 你又经历过所谓的新官原来都不外如是 那你才会有心态上有个调整 当初我讲这些东西 说要聘经济保民生都被人屌的 那些人说我没有同理心的 说我只是懂得顾住经济的发展 命都可以不要啊 又说我没有同理心不顾那些长者的感受 诸如此类 其实现在大陆很多人都还是这样想的 所以现在呢 共产党掌握了这个道德制高点 你谁去反对他那些呢 你就是质疑着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所以这个所谓的防疫措施一定是会长期这样做下去 因为防病毒就事小 防民就事大 喂到处搞实名法的时候 你谁敢做反 谁敢去示威佼佼镇呢 那些人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到没得吃了 甚至乎没水喝了 他才走上街头而已 一旦居委会 有物资派发的时候 那些人全部收档了 只有极少数的人 是走去争取什么民主啊 自由啊 诸如此类这些 极少 不是说没有 起码现在在大陆那些民变里面呢 主要都不是这些诉求来的 全部都是说要解封啊 要吃饭啊 这样而已 保得住个温饱权 就大部分人都没有问题的了 大陆就会继续 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那香港又怎么样呢 香港作为一个 联外的窗口 就有些特殊的待遇啦 比如说 可以取消这个酒店隔离啦 但是 有些的措施 我相信都是会长期执行的 既然大陆都继续做 香港呢 特区政府没有理由 说自己不做的 比如说那些什么 疫苗通行证啊 安心出行啊 我想在取消这些方面呢 就真的 那个前景不是这么乐观了 因为他推行了一件事出来的时候 政权是 获得了一个红利 他那个管治成本 是变相降低了的 他不需要找那么多人 四处监察嘛 他这里有实名 那里有实名 其实疫苗通行证就变相是实名啦 因为你要把针子 摆下去的嘛 那管治成本就降低了 方便了 那他有什么的压力 是要取消这件事呢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乐观 但是对于那些零针人士啊 或者是打不齐针的人来说呢 就真的要看不下挨多一段时间啦 好 这一节讲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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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